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英特尔的CEO 他在这个下个礼拜要访问 台湾那英特尔的CEO呢 最近公布他的薪酬 哇我的天啊 实在太高了 1.8亿美元 他的本薪 各位请注意 只有110万美元 其他的话都是股票 以及选择权 那他这个拿到那么多的这个钱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把英特尔要扭转过来的 其实还没有扭转 他只是刚刚扭转 那你看看刚刚扭转 美国的话就拿到了这个1.8亿美元 但是另外呢 他是从另外一家公司 VMware跳槽 当时他跳槽的时候 放弃了5000万美元 所以英特尔呢也要补偿他 这个人呢 事实上是再回到英特尔 他1979年就加入英特尔 在公司呢 工作长达30年的这个时间 这个人的能力是很强的 他现在避免在亚洲 和这个台积电 和三星正面这个对战 他积极的布局美欧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